國際大導演李安帶著男主角 喬歐文還有兒子李淳 回台宣傳最新電影 比利林恩的終場戰士 電影每秒120格 4K 3D的革命性高規格拍攝 受到矚目外 這位李安再次大膽啟用新人 喬歐文演出表現亮眼 也讓導演難得自豪地說 可是有天分就是有天分 我一看到 我這點還滿靈的 如果一個年輕的演員有天分 我大概兩公里外 就可以聞得到 用文的嗎 電影處女座的喬歐文就獨挑大梁 昂波當初剛進劇組的他 就要演出大場面的中場秀 可是吃足骨頭 第一幾個星期就要做時間 特別是因為 第一幾個星期有很多大部分 我認為第二天我們做了半夜的表演 我認為是五晚上的拍攝 我認為是四晚上的拍攝 都很新的 所以就要做時間 去調整 我記得當我們做半夜的表演 我們都站在線上 我們都要走出 我認為我每次都在我的臀部 或是在鏡頭上 都在鏡頭上映了 你每次都能看到 所以我必須解決 不只用人眼光精准 其实光是李安两个字 就吸引许多好莱坞大咖 争相合作 包括冯迪索和暮光女 克里斯汀史都华 都一口气答应演出 因为冯迪索他大部分是演动作片 所以我知道 然后我知道他是很想演戏的一个人 所以我去约谈他的时候 他跟这个书里面形容的样子很像 有一个光头看起来像蘑菇这样 所以 第一次通电话 就一个多钟头他都没有 他很兴奋 他都没有停下来 那他们明星的排场都不小 那他就都要自费来这样 我们就是免费也顾不起他这样 好莱坞剧情力挺李安新作 比利林安的中场战事 将战争剧情结合定播放新技术 就是要让观众有全新的观影体验 文学乐总和报导物